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条 他说UITN不符合资格 根本不达标 这一点是我昨晚的直播已经清清楚楚分析给大家的 他说UITN没有获得医药理事会就是MMC的政府认证 他是不能出产专科医生 在这个心胸领域不能出产专科医生 但有看我昨天直播就可以知道这是连基本事实都搞错的事情 我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了 可是他今天早上还是可以出一个post想来打脸 UITN 我在这里再简短的重复一次 UITN没有拿到MMC 国家医药理事会的full recognition 没有拿到这个完全的承认 他在不能还没有医生是跟国家注册理事会叫NSR National Specialist Register 注册为专科医生在这个领域 是因为他2024年才只有这个MASTER这个专科的学位 以前是没有的 他已经拿到MQS 就是国家大学资格的一个评估机构 批准你可以开办这个MASTER和PHD的课程 在本地大学是第一所 也是唯一一所 这是事实 他已经得到所有的认证了 他还没有拿到full recognition 是因为他的学生还没有毕业 最早一批毕业要2026年 等2026年一毕业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full recognition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实 就像我在读马大法律系 马大法律系是拿到MQS的承认 拿到barcounsel的承认的 你读出来就可以是律师 但我在读的时候我还不是律师 你不能讲红律师 你在读你还不是律师 马大拿到的承认是假的 这个根本就是废的 根本就是错误的事情 是所有认证都有 就等你毕业罢了 UITM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你自己毕业不到 或者是你放弃 不要去当律师 不要去当专科医生 跟大学资格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最明显的忽悠 就是我昨天讲 要max it up 不能回答就max it up 给你去lose focus 给你去偏移这个焦点 就是这种情况 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MQS 马来西亚IJN 都承认他是唯一有资格的大学 你还可以在那边 跟我车大炮的讲 跟我洗地的讲 忽悠的讲 他是不受承认的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 没有想不到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来 讲这些错的东西 然后一点都不会觉得丢脸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这一个 牙医吴起冲 也有把这个新闻拿上来 就是MATCVS 就是专科 新凶医生 不是专科医生 新凶医生协会 新凶外科医生协会 Claims UITM's Cartiotoracic Surgery Program Doesn't follow National Colliculum 这个是新闻 翻译成中文 就是MATCVS 就是这个 新凶外科医生组织 声称UITM的 这个新凶外科 Program课程 没有跟到 国家的课程 所以他们拿这一点来讲 红律师 你看是不是相辅相成 他没有跟国家课程 所以他拿不到 政府的认证 但是 我真的 不知道 Kelwin或者是 吴起冲 英文有多么低 还敢讲自己 STPM 4.0 拜托不要丢脸 你知道 Claims的意思是什么吗 我们先讲第一点 Claims的意思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翻译给大家了 Claims是声称 MATCVS 它本身是一个私人机构 是新凶外科医生协会 它不是政府机构 是新凶外科医生协会 就像马大校友会 你不是马大的官方机构 你是毕业的学生 自己成立的校友会 或者是槟城马大校友会 因为马大有一个官方的校友会 你在槟城 自己成立一个校友会 在大三角 自己成立一个马大校友会 你并不是官方的 这个MATCVS就是如此 它是一个私人机构 它不是政府机构 所以它表达的是 我们作为医生 我们作为私人机构 对UITM不放心 我们怀疑它没有拿到 不是没有拿到 它也没有讲它没有拿到 它怀疑它没有根据课程 没有根据national curriculum 没有根据国家课程 所以这一个私人机构 是在监督政府 教政府回答 然后它用的是Claims Claims是声称 声称的意思就是 不确定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指责罢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MATCVS 它是用Claims用声称 因为它不是官方机构 有没有符合课程 是官方机构决定的 是政府决定的 现在MQS 就是国家大学资格鉴定机构 MQS 所有马来西亚的大学 所有学位都要MQS的承认 它就已经跟你讲 UITM已经符合资格 已经有学生在读了 我们已经通过它的 Claims了 你MATCVS有什么资格 说它没有 所以它只是用声称 它表达看法来监督政府 所以在这个新闻之后 UITM医学院的校长 就是昨天我给大家看的 他出来回应 讲MATCVS讲的不对 所以我们是跟着国家课程 我们也受到承认 医学院的院长就直接回复了 而且他讲 我们的毕业生就可以拿到 Full Recognition 就是我昨天给大家看的新闻 我们现在还没有Full Recognition 是在等学生毕业罢了 所以不要忽悠 不要乱讲话 然后这新闻就停在那里了 因为这个MATCVS 它本身也不能确认 所以它用Claims罢了 它不能确定没有跟住 National curriculum 我没有讲MATCVS错 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 UITM到底有没有跟 我不知道 但是政府是讲UITM有跟的 所以MATCVS也没有证据 然后校长出来回应了之后 他们也就没有再追击 这个课程下去了 所以你刚刚那个新闻 其实是在打脸你自己 你连MATCVS不是政府机构 你也不知道 然后它只是Claims 你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新闻 其实另一方面就是证明 这间大学给政府认证了 但是我们怀疑 它没有跟住认证的来做 所以你侧面其实是在打脸你自己 你在印证洪律师讲的是对 然后你竟然不知道 像牙医这种level的 不知道不用紧 他也不是辩论员 没有这种critical thinking 像Kelvin也在那边忽悠 然后觉得自己 很对想要打脸我 自以为是在那边 我就觉得是很可悲了 不要丢辩论员的脸 不要丢辩论员的脸 我之前捍卫他 我说普通人去跟他辩论 你们一定输他的 所以不要看不起他 他输我 或者是他表现不好 跟我比的时候 我也不要讲输我 是非善之罪 听不到的读友发个五 我全部都是有一所一的 然后第三点 我刚才讲完了两点 他们也有跟着讲 UITM用刚才那个新闻 就延伸出UITM是很糟糕的 UITM本身都不符合资格 他怎样去接收 这四个爱丁堡回来的 这一点再次显现他们的无知 拜托去问一下任何专科医生 在新凶专科领域的 或者是新凶专科的医生 很多医院都有 马来西亚大概有70位专科医生 我之前讲过 都可以知道 UITM是在马来西亚 第一个有这个Master Program 有这个PHT Program 在这个领域的大学 马大也没有 其他的大学 UPM USM UUM UTM 全部都没有 只有UITM有 这一点是不真的事实 而且为什么他可以先有 比马大这个有100年历史 最早历史 最早成立大学还可以早有 原因就是 国家的新凶专科人才 都在UITM UITM有七个 这个领域的教授 有七个这个领域的教授 你们可以自己去评论 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还妄图评论这件事情 马大只有一位 整个马大只有一位 整个IJN只有一位 而且IJN这一位 他不是教书的 他是monitor的 教书的是不在医院的 医院是去做手术的 明白吗 当然有些是兼职 有回来教 然后会带学生一起去 但是两者是不同的领域 结果你连这点都不知道 因为你对UITM的偏见 你讨厌UITM 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是讨厌UITM 因为我们华人不能进 是不公平 这一点我也抨计 可是你不要因为你的偏见 因为你的讨厌 把这个事实UITM在这个领域 是马来西亚最顶尖的学府 把这个事实给抛弃 这一点是错误的 我们要回到就事论事 你去问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 我至少跟我们铁粉 五六位医生 其中一位是院长 有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马来西亚就70位新雄专科 在全国的政府医院 只有10多位这个专科医生 然后有七位教授 一位教授这些 这些都是他们跟我讲的 这些都是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给我知道的资料 给我看的 所以不要给这些人带风向 他们挑起你对UITM的偏见 我绝对同意UITM是种族主义大学 是种族隔离大学 这个是我之前就讲了 对不对 我在我第一天评论这个讲题就讲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论事 我们不要模糊焦点 到这个大学要开放 我当然同意开放 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要你开放 给华人进去 是开这个后门给这些学生 所以不要给这些偏见 给这些忽悠去转移焦点 去利用你讨厌UITM的这个心理特性 然后把真实的事情掩藏起来 这个是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 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Kelwin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连基本认知都没有 他混淆了心胸外科医生或专科服务 医生或专科医生是不一样的 有这些服务的医院 跟可以教授心胸外科专科的大专 一个是医院治病的 一个是大专是教书的 当然有些大专有自己的医院 可以治病也可以教书 但是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你要分开来 像Kelwin在他那篇文章 Q&A里面有读有截图给我 他有举 他说卫生部的外科中心 IJN就是Institute 江东Nagare 国家心脏中心 马大医院 UKN医院 都只有他们才有资格 做这个parallel系统 才被承认 这句话是大错特错 马来西亚没有一间大学 没有一间医院 可以认证外国回来的 这些学生 可以颁布他这个认证 没有 就是现在没有 才出现问题 以前是这些大学 我们直接可以承认 外国我们就可以承认 现在我们要自己 有一个认证的程序 这一点我之前讲解过 问题是现在没有 所以这些大学 或者这些医院 这些大学是没有资格给认证 这些医院是只可以去医治 医院是不能教人的 是不能颁布认证的 所以他刚才举的那些医院说 他们有这个认证资格 这个任何会思考 有头脑的人都知道 你搞错了 你讲错了 就像我讲 律师行 我的律师行 可以给你当律师 你来我这边读 来学习 来做我的功能三年 我可以把你变成律师 同律师是不是在讲骗话 是不是在车道跑 是一样的事情 律师行 是不可以颁布 律师资格的 医院也是无法颁布 医生资格 还有专科医生资格 颁布的 你要有这个 qualification的是 认证机构 还有大学 他给你这个 qualification 所以你看他 举这些医院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 他有多么的离谱 多么的错误了 没有医院是可以 办学术资格认证 只有这些大专 你想一下 我刚才用律师 举出的例子就可以 所以这个错误 离谱到相当于 他公然 毫不知羞耻的 跟你讲 1加1等于5 就是这种等级的错误 错到这么离谱 可悲的是 还有人相信 所以马来西亚人 是很容易被忽悠的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 这么多做努力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本来 我们是没有 这个parallel pathway 现在也没有 那为什么 现在也没有 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为什么会 牵扯到UITM 这个就是 现在我们要 讨论的核心 所以大家听清楚 为什么会牵扯UITM 看我第一次直播就讲 我一直强调 这是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来自 Professor Dr.Rajar Amin 他建议我们开放 我们的master program 把它变成 多开放一个 我们已经有master program了 我们是全马 唯一有的master program 就是在本地人要读 这个专科 在这个领域的专科 我们既然已经可以读master了 我们就开放 多一个认证 给他们走过场 来拿到这个认证 所以问题就是 这些学生 Edinburgh的回来 他们拿不到这个认证 因为马来西亚 没有人可以给你认证 现在没有 UITM也不能给你 所以他们就去找IJN 当然像我昨天直播讲 现在有人扯远讲 之前政府答应他们 回来就可以当专科 可是政府骗了他们 那个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有没有骗人 现在不要混淆进来讲 不管他有没有骗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都是 这些Edinburgh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 医科大学之一 回来的这些高材生 八位 有四位是愿意接受 有四位不愿意接受 告上政府 他们回来 不能够受承认 你又没有这个受承认的方式 所以他们就去找IJN 你之前叫我去读的 然后你们是管理 这个新雄专科的 就是国家心脏机构 然后IJN跟他讲 跟这些学生讲 你们去UITM拿认证 因为UTM是我国马来西亚 唯一有这个专科课程的大学 其他大学连master都没有 这个领域的master都没有 他怎样给你认证 所以最快就是UITM 开办一个parallel pathway 然后给你们这个双联课程 给你们拿到这个认证 所以看明白了吗 所以UITM接纳这个证建议 IJN跟他讲UITM接纳 所以他跟IJN合作建议 我们开这个双联课程 开这个parallel pathway 给这些人变成专科医生 本来没有问题 UITM也同意 他们的医学院也同意 IJN也同意 只要MMC就是国家医药理事会 政府同意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结果是什么 这个建议开始附中 这个建议数之高格 我在文章清楚写 它是一个建议 所以这个建议 胎死附中为什么 因为胜和了政治 因为种族主义者 因为保守主义 因为我们的政府 他怕触动了 马来西人的敏感神经 所以即便是开一个后门 给他们来认证 他们不是去读master 也不是去读本科 根本不会影响马来人的权益 他们也不要开 ZAMRI被迫出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可悲的地方 也是我们骂的地方 不要因为你的无知 不要因为国家 不要因为你自己的错误 把这些人才给典当 把这些国家利益给出卖 所以凯里为什么骂这些人是笨蛋 凯里很少这样子 因为凯里很固形象 他讲愚蠢笨蛋 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讲的 根本不涉及 所以这个建议 在建议阶段就被reject了 然后像Telwin这些人 这些喜地人 现在才来讲 UITM都没有parallel pathway 他根本没有这个认证 所以他们帮不到他 你想一下他犯下的错误 有多么的大 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得到 只有UITM有现成的课程 所以才要搞出这个parallel pathway 所以你看这些人为了转移焦点 可以做到多么错误 可能他自己也误解 可是你误解 你就不要这样shock sendiri 好好去了解 我之前已经被打脸过了 之前你也自己打脸自己的 像我刚才讲 真理越变越明明的东西 这么你现在还没有学乖 所以现在这个 我们这么生气去抨击政府 这个才是核心 政府把种族议程弄进来 把简单的事搞复杂 然后让国家利益流失 让这些人才不能当专科医生 让这些病人等死 Kelvin还好意思自己讲 自己有心胸 有心脏开过刀 我觉得很离谱 真的很离谱 首先你心胸开过刀 关这个课题怎么回事 你错就是错 然后第二点 既然你是利益接触者 那你就好好去了解这个课题 不要为了洗而洗 不要为了流量 做这种悲劣的事情 去典荡自己的人品 所以整个课题 到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顺便再加 很多人不知道 IJN不是私人医院 它是政府机构 它到现在都是政府机构 所以这个建议 是IJN跟这四个医学生 这个专科 在外国拿到专科资格的医生 讲 你们去找UITM合作 你们去找UITM解决问题 UITM会来找我们合作 这个建议是政府自己给的 是IJN自己给出的方案 所以你讲 现在你讲这个建议是不能的 政府不能你能 你是谁 你骗谁 这个就是废的地方 政府自己给出的 sensation 这一点是最重要 所以他们其中一点是讲 UITM根本不能帮助这些学生 这是妥妥的颠倒是非 把事实颠倒过来讲 这也是最严重的错误 也是最大的问题 我之前的直播 上个星期二 我没有记错的话 上个星期二 我就已经讲了 在跟B大哥 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 因为我做了research 写了一个summary 给B大哥 因为B大哥自己也不了解 他也不会写 他就叫我帮忙写 其实只有三个方案可以解决 也是我们现在 民意调查的三个选项 还没有投票的独有 可以去投票 只有三个解决方案 最直接的就是短期 我们先开后门 给这些人 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们parallel pathway 可能半年 可能一年 给他们进来走个过场 他就可以拿到专业资格 这个建议就是 UITM跟IJN提出 现在被胎死附中 这个是最直接的 但这个只是短期建议 他不能长久解决问题 因为你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还在 这样以后外国回来的 我们全部要走这个后门 好像也不对 你UITM也不爽 你的学生也不满 那是不是 你只有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UITM开放 但UITM开放 我们都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会有很多人 跟你错误的诠释宪法 错误的诠释UITM的法律 这个昨天我们也讲了 所以长久的解决方案 有两个 短期只有这个 长久的另外两个解决方案 我在民意调查那边也写了 一个就是修改法令 直接承认爱丁堡 黄家医学学院 那他们就可以像 其他四间英国大学 直接回来做专科医生 不用经过这个双联课程 不用在马来西亚再读 这个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但是这个解决方法 它也有瓶颈 那其他的大学呢 澳洲读回来的呢 美国读回来的呢 难道又要叫他们去走后门 所以这个也不能全面解决 我们一定要有马来西亚 自己的认证机构 而且我刚才说 这个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 是长期 因为你要涉及修改法律 你要涉及修改政令 所以你要做这个 是要有一点时间的 你知道我们的官僚主义 要开会 然后还可能要修改法令 要在国会通过 所以至少都要三五个月的时间 难道你要在这些 要叫这些学生 再等多三五个月吗 所以它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像我讲 也能解决刚才那个瓶颈 就是马大开办多一个双联课程 这个parall pathway 让这些外国回来的 你在外国考了 你回来要经过我们这个 鉴定的资格 你只要过 你就可以做专科医生 这个是长远的解决方案 也是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但这个要有时间 你要有资源 马大现在只有一个教授 在教这本科系 他有能力 有资源 有时间 可以开放 所以很多医学生 我在跟这些医学 医生 院长在讨论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马大现在可以开 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这些医生都跟我讲 像Conny美女 刚刚才加入会员 Conny美女家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又一个美女进来 她也是在新山的医生 这些医生都有跟我讲过 洪律师你不要太乐观 马大能不能开 能不能受认证 就是拿到这个Master Program 都还是一个大问号 他有没有这个资源 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办 都是一个大问号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办而办 这个是涉及人命 所以你要给马大时间去准备 所以他也不是短期 他不能马上就开 马大当然想开 我们要变成一个更全面的大学 跟UITM竞争在这个领域 现在UITM是最好 我们可以后来追上 可是他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 所以短期其实只有那一个方案而已 就是开后门 所以现在周三就是明天 内阁要开会 三个选项 他可能要加快第二个 或者是加快第三个 如果他都不要加快 那现在能解决的 就是第一个选项罢了 这是我刚才说的短期 不然就叫他们等五个月 等六个月 等到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你才来 那这些专才 这些新加坡有谣言 讲合金特别飞来 见他们 叫他们去新加坡 有毒有发给我 我讲应该是假的吧 我没有看到这一个新闻 但是新加坡要抢这些医学人才 是全部人都知道的 新加坡给你高官后路 我们有铁粉 有发信息给我 那天有发上来 新加坡直接给你说 底薪五千块 不包 allowance 全部把你安排好 你拿住行李过来就可以了 你的认证 你的住哪里 我们全部帮你高低 到这种地步 所以你这样子 是不是把人才往外推 所以三个解决方案就是如此 当然还有第四个就是 我们放任不管 政府又不作为 所以我们看内阁的会议 最终会如何 我们的B大哥 也一直有在努力 我没有在做什么东西了 我花了两个小时 做了那个 summary之后 我就只是跟B大哥聊天 B大哥 所以在这边 也要特别谢谢他 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他 他有一直去游说 像我刚才 我有提到UUM 我screenshot UUM的照片里面 有B大哥 跟教授理事会 马来西亚教授理事会 听清楚 又是另外一个大学 很prestigious的 一个组织的照片 因为不然 UUM的同学 说妈妈 红律师 你随便找哪一个人 假扮 讲到自己很厉害的 message来忽悠 我们就叫我们放心 叫D1 不要怕 所以我截图的时候 顺便把那张照片 也截图进去 因为B大哥会 经常跟我聊天 也是brother 也是好朋友 像跟肯大 像跟天剑大哥 像Jeff大哥一样 所以我也截图给他们看 所以 整个事情的情况就是如此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我讲得够清楚的 很清楚 很明白 从事情的从头到尾 其实我第一天 就讲得很清楚 只是争议出来 我就再讲深一点 再讲深一点 再讲深一点 用更多的例子来讲解 希望这些洗地人 这些忽悠人 好好反省 不要自以为想要打脸我 结果又不专门研究 然后就一直去抹黑 一直去攻击 然后想要带风向 这个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事情 这四个人可以当专科医生 我有好处吗 我一分好处都没有 B大哥有好处吗 一分好处都没有 在看的5600位独有 有好处吗 没有任何的好处 讲真的 我在直播都讲 马来西亚这样子的pattern 一腾很喜欢办医生 每天爸爸你生病 我来帮你看 打针 吃药 他拿一个东西叫我夹夹吃 吃药 等等 一腾要看医生 我花钱给他去外国读 读了叫他不要回来 这个是我去曾大哥家 曾大哥讲他的子女 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这样跟他讲 他要回来 他们讲 不要回来了 马来西亚不好 你在英国做医生更好 就是这样子可悲的情况 所以像B大哥这些 有热血的人 血在boiling的人 他们想要让马来西亚 变得更好 在努力着 希望这些洗地人忽悠人 摸着自己的良心 不要为了保护政府 或者是对我的恩怨 去歪曲掉这些事情 而且你做的东西真的很臭 好了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 就讲到这里 当然 装睡的人是叫不行的 我做这个直播 我也不抱着可以 叫醒这些洗地人忽悠人 装睡人的目的 我从来都不是如此 就像我们辩论比赛 不是为了去辩 说服对方 不是为了说服对方 我是为了说服观众 是为了说服裁判 这一个东西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交辩论很多 他们是 你看初级的辩论 是跟对方讲的 你跟对方讲没有用的 你讲到几厉害都不能说服他的 你要说服的是大众 是裁判 所以同样也是如此 我做直播的目的 是要给大家看清楚 然后 希望你不要再睡着 你不要再含泪吃大便 你可以醒来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装睡的人 然后忽悠你 大便是巧克力的人是影响不了他的 他们会继续抹黑 继续去炒作这个课题 然后继续用我的名字来赚流量 流量对他们是很重要 流量这个钱对我来讲是小事情 但是 希望这些睡着的人会醒来 所以这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也超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刚才讲 何金就是李显龙的老婆 Dermasic的老板娘 有过来是hearsay 独有发给我的信息 我也不认为是真的 何金应该不会自己来 就算他真的要拉拢他们 何金也不用自己来 他派他的一些高官 医疗总监 或者是医院的院长 来说服他们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认为何金真的有来 但是 不管何金有没有来 新加坡在那边流口水 你这八个赶快来我新加坡吧 新加坡的医药费是多么贵的 你知道吗 就算你是公民 开一个刀都要几万几十万 新币的 你想他们去新加坡 他们可以赚多少钱 他们在英国可以赚多少钱 去美国 去欧洲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他们回来 他们告政府都要拿到这边的 专科医生资格 原因就是他爱国 所以这些爱国之人 不要把他拒之于门外 所以重点是这个 当然开后门并不是终点的解决方案 其实最好是马来西亚没有种族辐射 行动党的文良港宣言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坚决反对土著和非土著的区分 行动党现在不敢讲了 我还在讲 有人讲这个是理想 那行动党抛弃了自己的理想 做以前马华做的东西 马华就是以前说 行动党讲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是太理想了 马来西亚永远是马来人的 马华跟你讲的 对不对 马华可以讲理想 讲你这个行为是理想 你行动党没有资格 因为你是靠卖这个理想来做政府的 所以不要帮他们找借口 希望大家看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其实我也蛮累的 我真的拔点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